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计划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不都刷不刺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制作页角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这网页快做完了 该做页角了 好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就一个footer footer怎么用呢 非常的简单 其实footer咱们把它理解为section也是一样 但是咱们能理解 页面上显示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各个搜索引 隐情的爬虫 它可就不能理解了 所以咱们加上一个footer 便于爬虫们去理解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也是不难 首先说咱们还记不记得 咱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把整个网页分成三个部分 页头 页中和页角 页中是man的部分 对吧 今天我就在这man的部分里面 再加一个section 干什么 设计网页时 一般我这么想 在页头 我把我自己的网站 把自己的内容 要appeal一下 对吧 然后在这个页角 我要重复再做一遍 appeal 就这么种感觉 宣传一下我的网页 我的网站 每个朋友做自己的网站 或者做公司网站 也是这样 页头的时候 对公司网站 进行一个很醒目的宣传 然后用户 看你的网页 看到最下面的时候 又宣传一遍 应该是和页头的关系 是一样的关系 一样的功能 我这个section 就是这个功能 你看背景色为亮色 居中 然后上下设一个鱼白 然后打印出两个A 对应着我的优酷频道 和YouTube频道 然后给您一个链接 同时虽然是A 我给它的确实按钮 然后再给上它不同的颜色 同时BG垃圾 还是大按钮 对吧 然后夜角部分就很简单了 然后夜角里面的内容居中 然后显示一个柔和色 然后再给个鱼白 内容也非常简单 Copyright 是我小马视频的一个版权 就大概这么个内容 好 那咱们就运行一下 看看我的夜角 显示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上一期的HTML 我先把这个section部分 拷贝过来 试试 拷贝到main当中 好 排一下这个版 我非常喜欢 这个自动排版功能 然后夜角部分 咱们拷过来 替换掉咱们默认的夜角部分 没有任何的属性的夜角 怎么老是搓的四个个 奇怪 好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效果 应该这个效果 就是说 咱的页面编完了 咱们看看 18克 咱们运行一下 大家请看 这是我页头部分 小马视频 然后YouTube频道 一点就能去我的网站 然后往下 是游戏部分 再往下今后的计划 再往下一个 我爱NBA Tab的部分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这就是夜角部分了 咱们打印这么多页面内容 最后夜角部分呢 再披露一下 我的两个频道 同时呢 给出我的版权信息 我的两个频道呢 其实还是放在man里面啊 让它夜角部分呢 是我的版权信息的部分 当然您说 您的这个公司的页面 您自己的个人网站 打印您个性化的夜角 行不行 完全没有问题 您就记住了 放在复权当中 就没有问题哦 好 那就是今天的内容咯 今天的内容 应该是相对比较简单 我想您呢 肯定理解掉了哦 然后今天的代码呢 我放到开源中国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今天的视频呢 我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 那今天这个视频 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呢 再做点 不多Spot 其他的东西啊 请您期待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